民党他们我跟你说 我今天讲完了 张志豪议员 施伟正议员 他们不会再讲这个了 不会再讲这个了 然后他换一个 马上就这个没有了 再换一个 大家都太习惯你们这种套路了 但当我知道说这个是你们修 然后你们拿你们修东西来扛我 然后来攻击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蛮无耻的 对 我想要把我谢国良很少想要这样讲 但是真的你们这样很丢脸 很不应该啦 很厉害啦 真的 你们很丢脸 你们民进党议会党很丢脸 民进党机动市议员节路市长开直播的这段话指出 机动市长谢国良说明东岸商场争议时 直接批评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相较于过去多年前为了东岸商场修法 现在却拿这个来攻击他是无耻就更小 其中也点名到市议员张之豪以及施伟正 是有套路性的在批评东岸商场的争议 对此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也特地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向民进党团以及全体市民道歉 对我们民进党团所有的团员呢 来开骂 所以身为总招的我今天要召开记者会 来向谢国良市长来说明说 你们谢国良市长你应该给我们民进党团每一个成员来个道歉 简单的问题 我们提出来希望谢国良市长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来我们议会说明 结果谢国良市长竟然说我们无耻 竟然说我们更小 而且已经相当的失态在做这样子的声称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谢国良市长已经必须要对我们提出正式的道歉 请谢国良市长对我们基隆市民进党团 郑重的道歉 因为你在这里做无谓的谩骂 说我们无耻说我们丢脸 我说实在话 对我来讲个人的声誉严重的受损 甚至连我要看影片都跳出这个需要修补牙齿的广告 你要对我这一点心灵创伤要造成补偿 直接开直播谩骂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民主素养 对于基隆市议会的尊重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今天你必须要站在你行政权的立场上 对立法权基隆市议会甚至民进党团公开道歉 否则你就是一个不适任的市长 市长他应该要有向市民向市议会 说清楚讲明白的这个义务 他也没有遵从 那让这一个事件沦为一个口水战 那建议市长应该回归市长的高度 首先要先向我们的市民 向我们民进党团 向基隆市议会道歉 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一下谢国王市长 您昨天在你的一个直播当中 辱骂我们议员无耻 甚至是一个不要脸的一个行为 你同样的也是在谩骂我们基隆市提出所有问题的一个市民 我想在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进行我们监督的一个资责 但是你市长已经失去了你市长该有的一个高度 你也是民选出来的市长 我们也是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站在一个平等对待的一个原则当中 你这样谩骂我们的一个议员 我相信这个是对于你市长身份来讲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失格行为 而市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记者吴国阳市长请公开道歉